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般为早餐食用 也可以当作点心和夜宵 就着油条跟马蹄酥吃 制作面线糊的面线极为讲究 均细 有弹性 不易破碎为佳 口感细腻的面线糊易于消化 饿的时候来碗面线糊撒上几个葱花 味道一绝 制作闽南面线糊 主要用到面线100克 辅料上需要蟹肉150克 鲜鱼肉50克 骨头汤 葱花 虾米 调料 用到芹菜猪 葱头油 盐 味精 胡椒粉 胡椒粉 淀粉 各适量 制作闽南面线糊 第一步 在锅里倒入适量的清水烧开 加入新鲜鱼肉 熬煮15分钟 第二步 将煮好的鱼取出盛入盘中 用镊子将鱼肉撕成小块 留鱼汤在锅中备用 第三步 在鱼汤中加入虾米 碎鱼肉 碎蟹肉 倒入备好的骨头汤 开大火烧开 第四步 待汤煮沸时 将面线掰碎投入锅中 第五步 取淀粉加入适量清水 调成水淀粉备用 第六步 将水淀粉慢慢加入锅中 一边下水淀粉 一边用勺子 顺着同一个方向搅动 第七步 在锅内加入盐 味精调味 搅拌均匀 第八步 将面线糊盛入碗中 撒上芹菜猪 葱花 胡椒粉 一碗简单美味的面线糊 就做好了 为了丰富口感 还可以在面线糊内 加入碱碎的油条 卤料 猪腰 鸡针 海粒 醋肉 撑 虾 葱头油 等等 一碗可口的面线糊 色泽通透 汤汁浓稠 面线糊而不烂 充满着海鲜 与骨头汤的浓香 回味无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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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